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如果物价没有涨这么凶的话 债券市场不会波动 如果债券市场不会波动的话 股市也应该是继续往龙井走 但是现在就是碰到了债券市场正好加进来 故事的情况是这样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要知道 物价其实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几乎是来到了谷底 因为当时的封城 疫情的关系 然后慢慢在恢复的过程中 其实物价是缓升 但是没想到从去年的12月 一直到今年的2月底3月初这段时间 物价飙得非常快 那它中间就有一波两波三波的因素 第一波的因素的话 其实最早期应该回溯到中澳的所谓贸易战 那因为基本上澳洲在质疑中国 这个介入它的一个内政 就是坎培拉的一个这个条款 然后所以呢后来对它的华为 这个地方就是建议来出口禁令 然后之后又接纳了这个港版国安法 这个所谓的政治庇护 港人政治庇护 所以让中国就很不爽 那中国很不爽了之后呢 就开始禁止出口 这个包含澳洲的煤矿 牛肉跟小麦 然后甚至对它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部分 课税的比例从101% 课到217%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 澳洲就后来是反制 那澳洲的一个反制的话 就是它把它的一个煤炭的一个出口 给怎么样 虽然被中国禁止了 但是它把铁矿给这个缩减 那铁矿一缩减了之后 中国就拿不到铁矿 所以中国后来有很多的一个部分 连钢材都找不到 所以钢架后来就上涨 那它用这样的一个钢架上涨 来填补它煤矿这个部分的一个空缺 好了 那钢架因为是所有的工业之母 你看包含汽车 包含这个所谓的建筑 包含轮船 包含飞机 那这些东西一缺了之后 百叶就开始涨价 那一涨价了之后 就把整个硕化其他的带动起来 那当然中间还会有一些天后的因素 然后最大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船运 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 其实船运都要排很后面 那更不要讲空运 然后空运还要去载疫苗 所以它排挤到了很多比如说你高端的电子这个产品 比如说像Notebook 好那这些因素一涨上去了之后 就会有通膨的现象 所以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膨率 已经来到了2%以上 那来到2以上 照理说应该是一个龙井 就是代表景气的一个复苏 可是因为股市实在是涨的太多 就是从去年到今年 包括你去看到的四大指数跟台湾 那涨的太多之下 这个债市就开始害怕 那一害怕了之后 他们就抛长期的债券 买短期的债券 所以就导致长期的利率 就开始一直不断的往上升 长期的殖利率 债券10年期以上 债券往上升 那这个一往上升 比如说它升到了1.6%以上的时候 市场上就在想一个问题 你现在我去买股票 有很多股票的殖利率 连2%都不到 甚至低于1.5% 因为很多高价股都已经涨上去 它的配息假设是这样的话 配合它的一个股价殖利率 就小于1.6% 那如果它小于1.6% 那我为什么还要把钱放在股市 那我当然还是就是去永债 对不对 所以去永债 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大家的资金 就从股市抽出来 跑到债市 所以殖利率一旦一波动了之后 他们不断的就开始怎么样 把这个钱往美元资产 因为你要去买债的同时 你就回过头来 把钱汇回来 那美元就上升 那美元一上升了之后 台湾这个亚洲市场 新兴市场台股 就变成所谓的这个资金的提款机 所以造成的所谓的钱 就一直不断的从这个 亚洲股市抽出来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到 从3月份开始有 2月26那一天卖最夸张 那一天是这个MSCI的一个结算 那一天的季度调整 那季度调整的时候 外资就卖了900多亿 然后到3月3号又卖了500多亿 所以这个已经创了历史的 第一跟第六的一个记录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回过头来同时 所以台积电本身 各位会报到600多块的台积电 会因为就是说 那台积电当然有利空吗 其实他没有太大的利空 但是因为钱在提款的过程中 一定是把金元双雄 来当成是加长必备 因为他印钞票印最快 所以就不断的重抽出来 所以故事整个的逻辑是这样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虽然叶伦可能在4号的那一天 有特别提到 他认为说经济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中 殖利率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整个的美国市场 因为实在是涨太多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提款动作 还会反反复复 所以各位不要去看到3月5号 3月4号美国股市大反弹 3月5号台湾股市也上去 但是其实他最近的一个波动 还会一直维持的持续 对这个讲到的利率真的太有趣了 你知道现在的美国10年期指标率 一直以来进入金融业 10年期指标率 当然就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它是景气的温度计 景气好 值率就走高 景气差 值率就走低 就这么简单 而且这个值率在涨的初期 其实对股票市场 真的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最近突然变大议题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么说 我就要问一下有名老师 事实上我们来看 其实这波的值率 它其实分成两阶段 往上攻坚 一阶段是在去年的时候 2020年的大概9月份 10年期指标率 在0.5个百分点的止跌 然后到了2021年的2月份 就是我们说前阵子 就是过年前后 那么是升到了0.9到1个百分点 好你看花了将近有差不多9月10月11月1月12月 大概花了大概6个月的时间 从0.5升到1个百分点其实是一倍 可是话说回来到了2月的时候 就直接从1个百分点飙到现在1.67个百分点 这形成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个现象就0.5升到1个百分点的时候 大家赚的股票是赚到满手都是赚钱 但是等到1升到1.6的时候 理论上值率走高对景 是看好美国今年预计的经济上 保守估计也跟台湾一样5%以上 为什么股市呢 特别是电子股就杀身隆隆 就是特别在美国是费半指数 也是跌势非常迅猛 可是换个角度来说 法人却反手买进的是原物料 这部分到底怎么去看 就是说0.5%的值率涨到1%的时候 电子股市高价股倍出 到了1%涨到1.69%的时候 就是变成都一样是涨0.5个百分点 但是电子股就沉沦 但是原物料股票就拼命的往上走高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端倪 对1.5到1.6 尤其是1.6 殖利率10年期的公债的1.6 算是一个海门天险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benchmark 那在这个以上的话 大家会担心长期的通膨 在这个以下的话 大家认为其实是温和的上涨 所以你速度只要不要太快 刚刚这个杰明特别有提到 前面的涨1倍 大概花了差不多6到7个月的时间 那后面的这一个 虽然看起来是涨5成 没有1倍这么多 但是他花的时间太短 所以大家会担心 通膨的现象会继续出来 那当你想到通膨的时候 你第一个事情你就会想到 所有的通膨一定会去对民生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第二他对科技业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科技业拿的原料变贵 可是他的产品不能调涨 他的产品不能够转价 他的终端产品 比如说你有看过PC 出了三年之后PC还在涨价吗 或者是Notebook还在涨价 手机iPhone8到现在为止 只会更便宜吧 对啊只会更便宜吧 iPhone8卖的比iPhone12贵 这不可能嘛 尤其是电视机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每个电视机 每个65寸的电视机 如果是你前年买的话 可能那时候还要六七万块 现在大概只剩下到三万块就有了 你知道吗 我在十年前一寸一万 对啊 现在夸张 以前一寸一万 那大型的那种电浆电池的时候 你说现在那个价钱对多夸张 所以现在原物料一涨价的时候 他第一个一定强害到所谓的科技业 所以大家会从科技业提款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在说的 就是说当你通膨率高到一定程度 我十年级公债的殖利率超过了1.6的时候 那我干嘛要持有高价类股 因为高价类股的配息 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吸引人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情愿去持有这个十年级的公债 那反过头来去讲 当你通膨的现象一出 大家的预期一定是涨更涨 想的时候是想更好 所以所有的跟原物料相关的东西 就开始水涨船高 那这中间还伴随的一个 就是我说的运能下降 比如说船运没有办法运 飞机没有办法运 那这些东西造成了所谓它的涨价心理 那现在厂商的一个下单 尤其是上游的原物料 你需要上游原物料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 第一个你怕船起来不及 对不对 第二客人的订单是进来了 可是你怕交不出来 因为所有的工人 尤其是在台湾 都跑去南科帮台积电盖铆 所以这些工人也请不到 全世界很多的工人都移到高科技 这边来去做这个所谓的 后端的一个建厂 那就变成是说 现在所有的东西 你会overbooking下单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一直下到第三季 因为如果你不下到第三季的话 你的队伍被别人插进来之后 你到时候要不到 客人要货你拿不出来 所以会变成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抢产能 一直在抢原物料 所以所有的法人界 尤其是外资权 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资金 开始往原物料这个地方集中 那因为股市也涨多 尤其是前面的16000点 12000到16000 基本上都是在涨科技股 那现在16000到后面的这段时间 我不能说通膨现在 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所以股票会涨到年底 不会 因为通膨是一种预期 当你预期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股价会先反应 反应多久 反应三个月 所以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比如说3月4月 一直到5月初的时候 整个通膨的气氛 跟通膨的氛围都会出来 那这时候的因应这样的一个 原物料的一个上涨 传产一定比电子相对来的强 然后之后电子一定会去做修正 不是说所有的电子 主流的电子会被修正 那一修正完了之后 到了5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传产也涨多了 甚至电子也回过了 那这个时候回过头来 才会有电子的满盘再重新揭入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 比较有点大方向了 那我们等会来谈 到底今年时间的转折点如何 因为有名老师在过年前 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言论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他 包括中芯半导体 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请客捆节 带你节奏来 欢迎等来新闻棒 我们今天是访问 大家最欢迎的 林友明寅老师 那当然 我们前面谈的东西 有关质率的影响 不知道你收获如何 质率最后你的股票 就是面对你的 到底股票利益会有多少 如果股票利益不好的话 当然资金转向 最近特斯拉大跌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就很好奇了 好 当然回头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很多的粉丝们都说 林友明老师真的很精准 因为他是去年 就提醒大家 在今年 就是过年前 一月份的时候 记得有一个获利了结的力量 然后记得 在过年前的时候 任何回档 你只能一句话 就是买进买进买进 拜拜 结果果不其然 真的 你在一月份的时候 你把它卖掉 你真的卖到相对高点 然后你在过年前 连续跌了 大概四天那天 你进场买的话 保守估计 就是跨完年的一个涨幅 大概平均 你如果是最低点买的人 大概可以赚到14 15% 就是整体而言 当然有人赚比较更多 当然有人赚比较更少 平均而言 如果说是第一天下跌 你就冲进去买的人 那这个报酬率 大概也将近有9到10个百分点 大概是一个涨停板 都非常的开心 那如果你做期货选择权 那赚的就比这个都太多了 那当然有名老师 也特别提醒一句话 说请留意三四月的风险 那再次买进的时间 可能到4月5月 来要做这个除息概念股 不知道有名老师 你还是这样的想法 没有改变吗 这是你在去年底的时候 一个预估值 就非常的精准的 准确的预估最近波时的波动 这是什么 这是铁板值 这是铁板铁板值算吗 还是股市给你的天赋异能 在去年10月份 就已经做出完美的预估 好 谢谢杰明 因为在股市待的时间 实在太久 超过20年 所以很多 我相信大家在听广播也好 或者是看节目也好 都比较想要听名牌 但是我们的部分的话 除了跟各位分析股票以外 大部分其实我们会多了人家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趋势的研判 第二个产业的后市 然后之后 由上而下top down的一个方式 再来跟各位讲股票 那如果以指数的一个规划来讲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因为这个时候 当然现在大家对股市 开始比较有一点警戒心了 因为股市已经开始在走横向整理 外资也不断在提款 但我仍然认为股市还有一个创新高的动作 那这个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清明节之前 那这个创新高的动作应该都不会是由您熟悉的股票 比如说台积联电 类似或是日月光 联发科 这种前一波的 我们说的去美化概念股 或先进制成概念股来引导 不会 那这一波在创新高的大部分会是传产 加一部分的金融 那电子这里面比较零星 大概都是一些轮动的原物料的族群 那电子的原物料是什么 就是面板记忆体跟LED 好再搭配一部分的这个被动元件或PCB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所谓电子的景气循环 那这一类的股票来跟传产金融来搭配创高 那创高了之后呢 到4月份的时候各位要非常小心 尤其是过了清明节之后 我认为股市开始进入到比较淡的一个情况 因为之前我记得去年我还有说过一句话 当疫苗出来的时候就是股市要休息的时候 所以世界上没有疫苗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个期望 疫苗会有救 所以股市就会一直再去做预期的心态 但是疫苗现在陆陆续续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的股市过了清明节之后 当疫苗的施打已经开始变得比较普遍了 那个时候股市就会有一个正式的回档 甚至是做一个诱坚再来回 那回到什么时候 回到5月份的时候 那至于回到多深 我们再来跟各位来报告 这是我在整体的规划 所以简而言之的话就是说 三月止到四月这一段时间 四月初的这段时间 股市还会上去 但是指数的空间很可能就是 微微的突破前波的高点 因为金元代工这一类的股票 它不会去再动了 它顶多就是在做一个反弹 所以他们不会去贡献指数 太多的一个力量 所以指数其实它上涨幅度有限 那其中其他的部分就是个股的表现 好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接下来有人说联电跟台积电最近修正 是跟中心半导体有关 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 各位要先去想 联电去年是涨了13.5倍 那只是算到去年12月31号 那今年年初的这一段 一月份的时候还不算 那它股价是从十几块开始涨 然后涨到25块以前的话 其实基本上都是在炒一个 所谓的股价净值比的回升 然后从25块一直到50块 就是在涨所谓的中心半导体 被美国的前置 所以去美化的一个概念之后 中国必须有很多的单子 必须要转到这个我们的中低阶制程 那当然台湾的联电 或世界先进 这整个都是一块 甚至人家在讲滑邦 no fresh这一块 那现在的中心 虽然你看到美国的商务部 对中心的前置 它只是在于中低阶的一个制程 它高阶还没有放行 就是说它让它买DUV 但是它没有让它买EUV EUV的话当极止外光 这个部分就是台积电 之所以能够领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但是问题是中低阶 当然就自然就达到联电 所以联电的股价上到了59块的时候 后来你看它回挡的一个幅度 它是在3月初的这段时间里面 率先去跌破季线的一个半导体股 那这个跌破季线它的意义就很重大 也就是说它从20块开始上涨 从来都没有再点到季线 那一般来讲的话 跌破了季线 初期一定会试图去做反弹 来回到季线 这个是技术分析的一个理论 但是如果说它回来季线的这个能力 我认为其实它是不会站稳 因为它的这个能力很薄弱 也就是说外资其实在对中心这一块的话 你去年一整个30块都是在涨中心被钳制之后 所谓的一个这个中心之后的一个红利红利现象 那现在的这个状况的话 只要中心一点点放缓的时候 大家市场上已经开始往后面想半年以后 那你联电的优势就不在 因为你毕竟不像台积电一样是高阶制程 所以你中低阶制程就是一个产能的挪动 那产颜的挪动的话 人家挪去了中心自然就不会找你 而且中国的整个半导体在中低阶的一个产业链是OK的 虽然高阶没有办法 但中低阶是OK的 所以联电是这样的部分 那至于台积电的话 那你套住台积电的人 比如说你买在600多以上 蛮高的670的人 那你说未来会不会有机会 我认为短线不会有机会 因为外资的提款动作还会在 而且我也觉得三星其实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原则上的话你说 未来的高阶制程 他虽然落后台积电两个世代 但是可以说到一个世代 可是你台积电现在你一个本益比 已经拉到26倍以上了 对不对 所以外资在提到的所谓的700多 或者是800的目标价 我认为中长线一定有到 但是你必须安排台积电 这一波从679先回来 然后反弹 然后做个右肩再掉下来之后 那一波再接下去才是走高阶制程 那个时候电子股台积电还会再带领电子股 在第三季的时候冲一波 那我认为外资的目标下 应该是那一波 而不是现在直接攻 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 去做一个短线的调节 对不对 就趁他反弹的时候做一个调节 你至少把这一段省下来 以后你才有多余的子弹 可以从底 应该也没有说很底 但是至少有回档过 你在加码的时候也比较安心 会不会就是要等到台积电表态的时候 才是电子股另外一波的行情的开始 对但是那个不会是在三月份四月份 那可能要等到六月以后 六月以后的 比较接近旺季的时候 所以出席之后才会有机会 对那现在电子股的话 其实现在大家对配席政策的话都很 就都很这个很尴尬了 因为你说你配的多 当然市场上比较好 但是你配的多 你你就没有多余的钱去研发新进的一个 研发能力 很重要的问题 对 更多的讯息我们再请教我们有名老师 因为时间真的很充裕 很短暂不是充裕 好 我先休息一下 待会等来 我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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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は 今天ỗ interf